将一整湖水倒进一个长方体容器内 水面高是10公分 如果容器内的长宽各为20公分和15公分 水湖的容积是多少立方公分 水湖的容量又是多少毫升呢 题目告诉我们它是一整湖水 也就是说这湖水是装满的 而最后问我们水湖的容积和水湖的容量 那我们知道 题目说我把水倒到这个长方体容器内 水面的高度会是10公分 这个容器是长方体容器 我们刚刚有学到 我容器内部是什么形状 水倒进去就会变成什么形状 这个容器内部是长方体 所以水倒进去也会变成一个长方体 而水湖的容积其实就等于水湖的容量 而水湖的容量 是不是全倒到这个长方体容器内了 所以呢 水湖的容量实际上就是这个长方体容器内 这个水所形成的长方体体积 也就是说 我如果求出这一个长方体的体积 我就等于求出水湖的容量跟水湖的容积了 那借由题目还有这个图形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 这个长方体 这个长方体 它的长是20公分 宽是15公分 而高是10公分 长乘以宽乘以高 乘出来的结果是3000立方公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水湖的容积是3000立方公分 那水湖的容量是多少 也就是说 我们要求出3000立方公分 会等于多少毫升 我们在之前 有跟各位提过 容积和容量的单位换算 一立方公分等于一毫升 所以3000立方公分 就等于3000毫升 因此 这个水湖它的容积是3000立方公分 容量则是3000毫升